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不会继续供 断供会影响什么信用 这些社会已经混亂了 全国烂美楼 接着人们不找楼花的公众数 那银行会不会追溯 追回抵押品 抵押品是不值钱的 最后会发生什么事 就是整个中国银行系统一定是总体崩溃的 不用说了 这个就涉及楼花监管的问题 楼花这件事 如果在环地区来说 第一个创先河是霍英东 霍英东创先河 霍英东想到这一招 当然后来就继续有不同的楼花监管 当然霍英东当时想到这一招 他是要突围的 因为霍英东是 他比较麻烦他的背景 因为他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太密切 当时英国人被很多麻烦 他越被麻烦就越出一些奇怪的招数 即是霍英东是受英国教育的精英 他读黄隐书 那个年代入黄隐书就很厉害 好了 问题就是楼花后面是有一个监管机制 例如香港的楼房 楼花很多监管的钱是如何处理 例如每个项目是一间有限公司 那间有限公司后面的贷款是哪个保障 然后买楼的钱是如何交给那间有限公司的户口 那间有限公司的户口是如何监管 这些是涉及一大堆问题的 很多技术问题 他就要确保就是 你地产商不会耳用 你给楼花的订金 去做一些另一些事情 至少他可以保证 我卖楼花得来的钱 是用在那个项目上的 当然你各项目的成本突然上升 例如工程 那些是会蚀钱的 这个方法也不会代表100% 会没有问题 至少很多东西是满浪的 就是香港的牛花 大部分都完成了 但是中国的监管是很重要的 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 中国有很多时候 它法律上是很理想的 你留意一下 中国很多法律都会说到 我们一定要专款专用 很多我们有ABCDE的监管 说得很理想 做不到就知道 现在是否可以实行 实行不了 这是一个真正问题 就是你想想 比如说这些 譬如你说是专款专用 在香港 你有多多法律监管 至少在完善选举制度之前 有这么多监管 问题不大 我之后不知道 甚至之前 香港大部分的牛花 是执行到的 我可不可以说 完全没有南美 但是南美是什么呢 村屋 或者一些旧楼 堂楼重建 变成的那些项目 那些就会南美 那些南美的原因就是 发展商实力不足 银行 可能他本身 周转银行召唤 那是南美 或者是 那个项目 本身要转 发展商 即是银行转 把项目 卖去 一般是这样 但是中国 你这么说 中国的银行 发展商 那些贪污 有钱使得鬼退磨 我给了贪污 给银行那帮 银行那帮又怎样 例如一笔钱 要由发展商的专款 专用 转到发展商私人的户口 那种名义 他可以考纳明目 开数 开些无谓的数 他也都可以 他可能买通银行的人 然后 银行的人 转给他 那银行 被买通的那些人 就和何湿 可能湿 几百分比 一、两百分比 或者是一些 以融资为名 总之 就是有办法 最终 曾经起完 已经落了 发展商私人的袋 然后就到处去买东西 所以 你见到 发展项目的资金 是不能够得到保障 很多这些 不败的东西 很多 狗招 狗招多了 老婆圣童 只有一多多 只有一多多多 他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 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中国现在 依然的钱多 借上借 没有问题 你总之 你最后 他仍然交到那些楼 那大家没事吧 没有问题 有什么事 借上借 周围借钱又容易 现在不是什么 现在的意识是暴升 借钱坤 还要 之前习近平打极楼市 打起到这样的一款 他说的 那些楼是 加上 有部分中国人买楼的心态 都是投机的 或者有些 他可能是乘机 用来洗白 那些 黑钱 这个都很普通的 这么多的因素市 根本上整个楼市 就污烟漲气 一谈到整个楼市 一坨东西 现在突然间 结果经济不好 真正的用家 又不敢买 不敢入市 接着那些 热钱投机 资金又走了 那整件事 结果一阶 烂美楼 终于见新疆 烂美楼的层楼 烂美楼 业主有权力 又没有法力去定名 即是他可以不供 或者银行 如何去和 借泰人 有一个计划 就是说 原来的抵押品 不是在 那个业主不能 控制的范围之后 之下 变成一些 不值钱的东西 那么 那个银行 和 全部资金 和 借泰方 如何计划 有没有一个 银行 去确保 这些 烂美的项目 譬如德国来说 这些一定是买烂美楼 银行是买烂美楼 银行买了烂美楼 银行买了烂美楼 银行收了一个项目 找第二个接收 接着 它买烂美楼 买烂美楼 即是 Bridge Between 所以 很平稳 银行不会亏很厉害 我不会觉得它不会亏 至少 烂美楼是可以控制 也不至于整个项目 真的是烂美楼 但是 在中国不是这样 中国整件事是胡闹的 在中国这么胡闹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看到几样东西 这么多人断工 然后发起维权 甚至阻路 中国肯定周围维权事件 肯定非常多 所以我说中国有些省市会很运 开始 即是银行和地产商和民众之间的冲突 无日无日 肯定是 这是第一 第二 银行会崩溃 恒大崩溃银行都会崩溃 你见到恒大崩溃的人 已经走向崩溃 什么交流军令状 那些 那时候我见到去家 做什么交流军令状 仪式的时候 我已经笑了 这些都可以 这些都可以吗 这些都可以保障 这些都可以 大家当然知道 这是一个笑话 好了 当交流军令状 不成功的时候 你见到整件事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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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大崩溃 大崩溃 银行 银行会出市 就是川泽银行出市 这些 牛盘借贷 这些这么肥的 就没有到川泽银行 这些肥肉 这些是肥肉 这些肥肉 这些项目 大多是省级银行 甚至是四大国有行 这也是为什么 我一开手 就跟大家说 你有什么钱 在中资银行 你帮我走 因为四大国有行的 资产质素 会急剧恶化 关系会有问题 但问题是 四大国有行的关系 大家有没有 我看不到 大家会知道 到了恶化那刻 你知道它恶化的时候 这些故事 因为中国不透明 有多少烂尾牛盘 烂尾头盘 脸分泡 涉及的金银有多少 你完全没有想到 这些故事 如果您看了RFA 或EOA 你会知道 或者你本身有看微博 你看微博的时候 那些 在他们那些 仆街的网股人员 查询之前 看到的东西 看到自己做统计 那你就会 尤其 获得 一些图像 这些图像 问题就是 现在你不会 得到那些图像 所以最后 你会出事 所以我的看法 就是 为什么 如果现在这种情况 你最好 地 将那些钱 摆入中资行 或者一些 恆大的来往行 例如 东亚银行 你不要碰 有原因 因为你会不断去出市 你不知道出市位 去到有多严重 所以中俄银行 如果中俄银行 会出现那些问题 越来越多 就是会开始出现 民众骚烈 那些 第一件事 人民币 人民币 现在看来好像强 因为人民币 是变相和美元串 俄司有需求 就是这样 但是我这样看 就是 现在人民币 会出事 人民币 会稳不住 因为人民币 对美元 会一直 会开始失手 接着如果 中国银行系统 不断崩壞 比如 第一间 大型的银行 开始崩壞 开始要派 专案组进铸 或者是 直接被国有化 或者被 被四大国有行 接着 抵抗的时候 理会一直很坏 最惨的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一集 我本就预计了一集 但是我猜 可能要留下 在那时 行招 就是有关 中国的政策 银行 因为它和俄司 有很多接触 像什么 中国进出口银行 它有很多帮俄司 它有些借贷给俄司 英国开行也有类似的问题 它有些政策贷款 方便你和俄司买天然气 或者买共产品 现在出事了 那些涉及俄司的钱 那些 俄司的钱 也未必值钱的 你收一步就死了 俄司如果没有人民币 那时怎么办呢 这是一个问题 或者俄司的经济 进一步崩溃 因为战争的影响 那怎么办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没得说 所以 我的看法很清楚 就是中国的经济 这个银行系统是会爆 会一个爆下去 而且 要解决银行破产的问题 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 是一场战争 这个 他说 王先生有没有那么变态 有什么奇怪 你搞不定经济 就是一场战争的 希特拉当年答应 德国人有什么 每个人桌面上 都有牛油和面包 德国在 所谓德国奇迹出现之前 其实不是真是一个很有钱的国家 欧陆那些 无论德国 荷兰那些 他看过很强 但问题是 一些人民 就是窮到窄 那种 所以看到 为什么德国 荷兰那些 如此沽航的人 但他们有钱 是说 近一百 这是战后的事 真是很有钱 是战后的事 我认真 不同 英国 英国是真有钱的 英国战前已经很有钱 已经是最有钱 不用说 英国是真有钱 不是荷兰 德国 所以荷兰德国那些 是战后 是个别 诸侯国 或者个别地区 可能很有钱 但外面那些 可以穷到 那种 因为那时 希特雅怎么困批 一些人 去乐踏支持 他就说 我认识到 每个人在桌面 都有牛油和面包 然后 我认识到 每个人都可以 用一个很便宜的价钱 去海边玩 即是所谓的 亦至宽乐 那些 仆街是这样的 那些 问题就是 希特雅根本 不懂经济 有什么方法去 如何 保证每个德国人 有牛油和面包 即是工业的力量 如何去将工业产品销售 即是未有全球化概念 即是德国有很多好东西 但那些好东西 卖不出 不知如何卖出 英国有一个庞大的殖民地市场 所以为什么要欠殖民地 本来现在就是有一个殖民地市场 后来发现 原来根本就是开拓市场 都不用要搞殖民地出来 不用自己做个市场出来 这个是神经病的 后来希特雅就用入侵 用侵的 提出所谓什么生存空间的 那些去解决问题 总之开不了饭 对那些无计可思独裁者的唯一 最终方案都是打仗 就好像日本 明治维生之后 搞不定武士开发问题 搞不定武士开发问题 有什么方法 西昌龙城是蒸航 蒸台 然后整天都打仗来赚钱 所以那时候日俄战争 得到的Term Setup 都不理想 那时候在日本暴动 都骚乱了 那时候打赢仗都骚乱了 那些日本人以为是 打完仗会发达 谁知道只有那些赔偿 丁屎这么多 扑你街 就亏了 打仗 那些人就丢了 好吗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那你对于习近平 那习近平是习特拉 习特拉会怎样想呢 都是希特拉当然 希特拉或者西厢龙城的 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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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抢 出去抢 去抢人狗赛 所以香港就会被抢人狗赛 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由这个角度 我就为何叫大家 我上一节讲消费券 为何我叫大家走人走资 有原因的 你不走人走资的话 你有些危 这是我认真 亦都很诚心的 那种局 是因为现在的局势 是麻烦的 现在这样的玩法 我看的情况是 中国就 资爆就已经成为定局 亦都是事实 中国用死撑来否认 资爆这件事 就没有这个条件 因为它没有外汇收入 任何死撑的有收入 都会撑到的 你没有那个 positiv cash info 就撑不到 就失败了 很简单的 这个计划很简单 那你走人走钱 有多少走多少 对呀 你走钱 又是走钱的 走钱 不买金 不买 拿外汇实质 香港银行 怎样 有些人说 放哪家银行 当然短期的 你可以放回家 你可以放DVS 长远来说 一定是放外国的银行 而且是 长远来说 你是放外国银行 你都要拿一笔实金 和现金 就是家里一定有实金 和现金 这件事 没得谈的 你没有实金 没有现金 我没得搞 你没有实金 即是 我来说实金 现金是必须的 我可以跟你说 所以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自己的局势 你自己的 你走到英国那些 就应该慶幸 因为你自己有工作 有工作 有 你已经对社会福利制度 有一定的公款 contribution 你的银行存款安全 至少这些 中国没有这些安全 中国面对这些事情的方案 最好 至少就是你以后 有命 糧食稳定 现在最惨的是 你这些经济一崩溃 那些糧食不稳定 你很容易输 什么财 什么都有 你们是斯基兰卡 就知道 斯基兰卡 应该最后玩到大革命 但是中国的各人 各个角度剩下 没有钱 但是全国 连石油都没有 连基盘、民生、开支都没有 食物都买不起 那些人是吵架的 那些人吵架的 那些人吵架的东西出奇 但是 那些人 那些人 那接着就什么事都会发生 所以那些人就说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些人进去 总统府这么开心游泳 第一 第一 那些革命群中 见到一些穷奢极次的生活 当然是很震撼 第二 就是 他们开心那一轮之后 然后他们在街上发热 然后他们又要想 买不到食物 那些是怎么办 那些是苦衷作害 所以现在你看到 中国走向 好像斯利囊卡那种情况 你自己说 我就不乐观了 其实 毫不乐观 我对志浩的状况 好了 这一节就说到差不多了 那下一节就 香港时间凌晨 三四点左右 应该是四点 那凌晨四点左右 因为我开会时间 那 因为其实我今天是有很多议会 在排行 就是 公共期间 还有这么多家族新闻 但是 这件事真的 就是 我希望 今个礼拜 完成了我的工作旅程 或者那个工作旅程 有一个明显的 进展 之后 我就回去Dusseldorf 透几天 然后再出去 出来 那我就先说到 这里 那 今晚 稍后时间 今晚大概 香港时间四点左右 英美事件 再见